大家好我是翁翁翁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 是我們將冰龍王國7月3號的這個小小小小小改版 畢竟之前已經有黑可可風波了 我只能說還好黑可可風波 這個有讓第一色有決定要改很多東西 畢竟7月3號這個應該就是按照先前的排程去走 所以這個改版的也是相當的驚人 就針對這個角質大騷動 我覺得他很敷衍很驚人喔 那這邊快速來看吧 這個角質大騷動就是跟過往的三天筒杯 積木尼人或者是赤龍相關東西都一樣 他就是一個刷詞條的BOSS討伐戰的換皮 就相關的玩法都一樣 那我相信不論是在國服啊 相關的玩家可能有類似的這種討伐的活動 就是沒東西了然後我就換一個主題 然後再來大量的換皮 然後再來你會獲得相關的一些交換手的東西 跟之前完全都一樣 那當然就是新的模具 還有 脆餅 厚實果凍等等東西把它加上去 跟你講說好棒棒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是野獸討伐戰新增的大獅模式 那這個大獅模式啊就是先前一定有講的東西嘛 然後再來還有一些小小東西有變更 就這樣子沒了 好那以上的話呢就是我們這一次這個小小小小改版 這個7月3號的巨無霸餃子換皮大騷動 因為7月3號當天 炳塔 也會有一個小小的改版 所以如果到時候炳國真的東西的份量沒有到很多的話 我可能會先以炳塔為主 就炳塔先駁完 那炳國可能到時候再來更新這兩個隊伍 就是包含像餃子的隊伍 以及還有這個大獅模式野獸討伐戰的隊伍 那好像就撥完了耶 那所以到時候7月3號應該是炳塔先撥 大概就這樣子了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這個超級敷衍的小小的水片 連我發了都稍微有點不好意思 那有任何想法歡迎留言 我是Lunbong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